我们先来看待业往生 他说待业往生是不是不用授业报 在那边修行销业障 我们稍微来解决这个问题 反解决一个问题 像是我们名相上的问题 因为每一个人的解读不太一样 所谓的待业往生 我记得我刚学佛的时候 最常讨论的就是这种问题 待业往生还是消业往生 是念南无阿弥陀佛 还是念南无阿弥陀佛 是到极乐世界比较好 还是到多摔天比较好 我记得我刚学佛的时候 大概40年前 非常常讨论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知道 第一个 所谓的待业 待就是待着了 他身上有这个业 另外一个叫做消业往生 就是没有业 就是把业消除了 那往生 好 先讲待业这个概念 就我们身上有很多的业 那业 业 业是什么呢 业是我们曾经所造过的 包括我们的身口语都有 观念上的 那么他遗留下来的 我们可以讲运痕影响力 他会有影响 那这种业 基本上业 基本上分作 身业 口业 意业 就是你身体的 言语的 跟观念的 他都会给你带来影响力 或深或浅的影响力 身 口 意 就是从造业的根源来讲 就是业到底怎么来的 业怎么来的 我们头脑想的 你恨这个人 当你恨这个人的时候 他就有影响力了 我恨这个人 我爱这个人 我讨厌这个人 我想杀这个人 他都是心里面想的而已 我很想帮这个人 那么他都是想而已 都是心里面想 但是他就有影响力了 他就有影响力了 就是说 他第一个会有什么影响呢 就是第一个 当你恨这个人的时候 你是有恶心生起的 那么他会有一种主导 我们刚才讲 故作业必受报 就是不是 刚才讲那个失所造业 一切的业都是 你要故意的 你要从失心所起来的 就是心里面 心里面你去作意 你心里面有这么想 如果你心里面没有那么想 那个业也是业 但是那个业很多都是无忌业 那有一些 虽然比如说 我不小心踏死蚂蚓 我走路 把蚓在底下 我连踏死他 我都不知道 那有没有业 还是有业 不过那个业 基本上的影响力比较小 因为你没有杀心来 有杀心造的杀业 那个比较会容易成熟 那么没有杀心造下的业 一种就是你知道你杀了他 第一种就是 你根本不知道你杀了他 就是我本来要砍树 结果不小心 把树上一条毛毛虫也被砍死了 我才发现到 我毛毛虫被我砍死了 你知道 那一种是你不知道 你就好心吗 路上拿个石头吗 那看起来石头那么大在这里 会被人家踢到 你就觉得在这里会被人家踢到不好 石头拿起来 顺便就往草丛一丢 丢过去 然后你知道草丛那边 有一个青蛙腹子在那边唱歌 你一丢过去就把那个青蛙腹子砸死了 你也不知道 有没有业 有 还是有业 但是这种业 这种业比较不重 因为你不是故意的 跟法律一样 法律就是你不是故意的 基本上 就算有业也比较不重 还有一种就是你在心神上司的状态下做的 或是你非常幼稚 你根本就没有那种思考能力 那个也比较没有业 就好像 所以三二道也会造业 三二道造的业 比如说老虎 老虎天天都咬动物 或是有一些动物专门就要吃其他动物的 他也有业 但是他业不重 因为他是业力 他本身是业力居士 他也不能讲二线 但是也不能讲没有 但是这一些就有一点像我们这个脑力比较小孩子 或者脑力比较没那么好的人 那么他所造的业 他还是有 但是他业不重 那么业比较重的就是你清楚你故意 所以心里面是最重要的 但是如果你只有心里面想没有做 那个业也不重 如果你只有心里面想 但是你实战性没有做 我想杀人 我想杀人 但是我没有真的去杀 那只有称心 但是这个业不重 我想杀人 我又去杀人 这个业就重 我杀了之后 我又跟人家说 你看那个人多多 我把他杀了 口业 胜业 义业 这个就比较重的业 那么这个有身口异业 这个是从他的造业的根源来讲 从他造业的性质来讲 有善业 有恶业 有无忌业 就非善非恶 今天我走路这样走来走去 也不是善业 也不是恶业 但他还是业 我就这样走路走来走去 他也没有善 也没有恶 但是他还是业 所有的任何的行为 身口异 出来的都是业 所以我们对业要知道 那么你说好 你说待业 我们先讲 待业往生 你就算不待二业 你要待三业 对不对 不可以少善跟福得 你要待三业 所以如果这样讲 一般来讲一般来讲业 业 通常 因为通常这句话是说 往生到哪里 往生到哪里 往生到净土 西方净土 通常是说往生到西方净土 就阿弥陀佛那边 西方净土 如果这句话说 待业往生西方净土 极乐世界 当然西方净土也还有很多 西方净土有很多 西方的净土非常多 到阿弥陀佛的净土 通常是这么说 往生到不同的净土又不一样 如果你往生到不同的净土 他要看待什么业又不一样 他就有规定 通常我们都是说 讲这句话的前提 基本上是 待业往生到西方的阿弥陀佛净土 这个业比较是恶业 带着恶业 往生到西方的净土 那你说你到净土去 是不是都没有业了 不可能 没有恶业了 不可能 三倍九瓶 就算是上瓶的都有业 都算是上瓶的都有恶业 你要知道正出国的人都有恶业 正阿罗汉的都还带着恶业 正阿罗汉的 你看穆剑连 正阿罗汉的 他已经不造业了 已经不造业的人 并不代表他不带恶业 他过去造的还没成熟 还在啊 所以已经不会再造恶业的人 都还带着恶业 那么你说凡夫哪有可能不带恶业 阿罗汉都还带着恶业 所以带业一定是带业的 那带恶业也一定是有带恶业的 他不可能没有恶业 不可能没有恶业 那恶业基本上 我们就有一种叫不散业 通常就是贪嗔痴三种业 散、恶、无忌 所以还有一种是有肉业跟无肉业 那无肉业可能没有 除非你上品的 他基本上就有无肉业 通常是这样的 那么根据业的受报 成熟不成熟 就是他业有两种 一种就是他成熟显现出来 就好像烦恼一样 烦恼显现出来的 我们叫他什么 叫他禅 这上次有讲 禅 烦恼没有显现出来的 隐藏似的 我们叫他随眠 那一样业也是这样 业如果显现出来的 那么我们 业显现出来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叫业报生 他就是成熟了 成熟了你受人的业 但是你这个心里面 可能还有地义的业 还有畜生的业 还有恶鬼的业 还有升天的业 不一定 那你也有可能有解脱的业 但是这个就是他还没成熟 还没成熟他就没有作用 就好像你现在讲话运动 你那个卡路里 你那个热量 你那个营养从哪里来 你昨天吃的 你之前吃的 来自于你之前吃留下来的影响力 你今天中午刚吃的 已经消化了 他已经形成营养 支持你的生活 跟支持你的生命 有些还没消化 还在消化当中的就还没有 那所以你今天晚上回去 还没吃之前 这段期间就是 他消化慢慢慢慢 又提供你营养的 其实是这样 那么业也是这样 他有些还没形成的 我们叫做潜伏 就随免 就已经潜伏在里面的 所以你说带业 一公里带业 他一定要带业 他说不用受业报 他说意思是不是不用受业报 不是不用受业报 所以我们现在讲 如果讲的是恶业 那么你带着恶业去到那边 那么要不要受恶报 是不是你去集的世界 就可以不受恶报 他基本上不是 如果我们现在先把它定义清楚 就是这个业是指恶业 这个业是指恶业 一定要是恶业 不然就没有业 因为业一定有业的 不可能没有业 那么这个 往生是往生西方 如果这句话 我们不加上往生西方净土 也不加上 也不加上这个 一业是善业恶业 那么从这句话来讲 从待业往生这句话来讲 那么每一个人都是待业往生的 为什么 往生就是 你死了然后再投胎 就叫一业轮回 所有的人都是一业轮回 轮回就是往生 就死了 然后去到其他地方 又活起来 又另外一种生命 三界六道 比如说你人死了 往哪里去 死了就不能住在这里 不能住在这个身体 往哪里去 往鬼道去 那你往鬼道去 就有一个鬼被生出来了 然后人死之后 然后做一条牛 往畜生道去 这个是往鬼道去 这个是往畜生道去 一条牛被生出来了 一条小牛生出来 一条小猪 一条小鸡 这种种 那这个就是一样 一业轮回 待业往生 待业往这个地方 又形成一个新的生命 如果要照这个义 单单不管他是 就是单单只是待业 然后要往生 死了就往生 死了 死了不叫往生 死了 死了 那这边死 往那边生 去那边就生 就这样 生死死生 如果要依文字上解释的话 人是生死 生死 就生死死生 我们现在是生 改天一百岁之后死了 那死后 死后基本上就马上会生的 最多最多 如果有中间地带的话 死到生之间 有所谓的四十九天 每七天一起 有一个关键 那这个是业力不定的状态下 才这样 业力决定基本上 死了之后就马上生 这边死这边就生了 那这边生 就慢慢活到又死 那死了后又生 就这样 那也许做人 也许死了之后 你现在是个 你现在是你的 生在台湾 那生在陈江 那么下一辈子 下一辈子生到天上 那么做道立天 道立天主 士体黄英的女儿 或公主 或是王子 不一定 或是你生到中国 或是生到美国 或是生到欧洲 这个大卫的女儿 什么的女儿 反正就不一定 就生死死生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好 那如果讲待业往生 那么是往生到极乐世界 那么是不是不用受业报 就在那边修行 不用受业报 我们要一个观念 业成熟一定会受 业如果成熟 他一定会受报 谁也不能让他不受报 他必受报 所以我们刚才讲 从业的造作来讲 他有所谓的生口异业 生业 口业 异业 从他的性质来讲 他有善业 恶业 不定业 就是不计业 非善非恶的 另外有一种 如果从他受报的情况来讲 他有所谓的定业不定业 定跟不定 那么如果成熟 他就必定受报 如果成熟 他就必定 如果不成熟 他不定 不一定 这个是一定不一定 必定跟不定 必定受报跟不定受报 那要看他有没有成熟 要看他有没有成熟 如果成熟 谁也不能让他不受报 如果还没成熟 谁也不能让他受报 基本上是这样 就好像这个种子 有很多颗 那么如果他不成熟 那么你要他发芽 如果他已经成熟了 就是各种条件具足 那么他就自己会发芽 如果他不成熟 他发芽了 久了慢慢 他也不会开花 如果他成熟了 他就会开花 如果这个开花那么多花 这个成熟了 他就会结果 如果不成熟 他就不会结果 那么结果如果成熟 因缘成熟条件成熟 他就会长大 就会成熟就掉下来 如果不成熟 他没有长大 他就掉下来 他也不会成熟 反正这种东西就是成熟 就是因缘条件具足 各种因缘条件具足 那么他有所谓的定业跟不定业 那定业只有一种 那也可以讲三种 要看你定在哪里 如果一种 一般我们是讲定业只有一种 叫做 一般来讲就是我们受报 报定时不定 报定跟时定 就是你要受什么报决定了 那么你要什么时候受报也决定了 你什么时候受报 比如说 比如说提伯达都照五立业 佛陀跟他讲 七天后多第一 七天后必定多一 七天后必定多第一 国报 受尽升天 你说你三日后受尽会升天 这个是提伯达都的 有一些佛陀也跟他受尽 你三天后受尽会升天 那时候会神做人 做什么做什么 就是时间在什么时候 受什么报 十三十二 十三二到是怎样怎样 这不一定 这看你的业 所以这个是必定的 必定 他一定会受 那不定的呢 就是时间已经决定了 但是要受什么报不定 报不定 但是时间决定了 但是时间决定了 你现在 你现在几天后 寿命就尽了 但是你要升到哪里还不决定 那你要受什么报还不决定 你上这还不定吗 那有些是 报定时不定 这个 这个是 实定 但是报不定 时间已经决定了 那有一些是报 你要受什么报决定了 但什么时候去还没决定 因为你那个业很明显的嘛 但现在有一些因缘 让你什么时候去受报 还不决定 所以就报定时不定 那有一些是 实报定时 报不定时也不定 就实报聚不定 实报聚不定 那这种业通常都是 无忌业比较多 大部分都无忌业 那你说到极乐世界去要不要受报 一定要受报 但是也不会受恶报 我们如果讲恶月的话 那要看是什么恶月 恶月也有千也有重 那么重的恶月 我们说果报上的 果报 因为我们的报又有分两种 一种叫做义熟报 一种就是 比如说义熟报就是你做人 做三界六道的 做三界六道的 这个就是果报 我们叫果报 但是有一种就是 你做人之后 漂不漂亮 牙齿白不白 讲话好不好听 这种也是报 但这种报是随着 是圆满不圆满的 那么就是 一般我们叫做两种业 这种叫做满业 就是说 你造这个业 那么你做人 那做人也有分 那一样是做人 但是做人 做男的 做女的 漂亮不漂亮 身材好不好 父母持不持想 兄弟姐妹好不好 那么出生在哪个地方 就是吃的东西好不好 反正这种是很多 也有很多差别 千差万别 眼睛大不大 声音好不好听 这种很多不同的 一样的果报 一般都是医 身体健康 有没有长寿 然后家庭好不好 然后出生的家庭有没有钱 父母是不是很会赚钱 还是很会花钱 没有钱又会花钱 有钱又会赚钱 这个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种果报是千差万别 但这种也是报 那我们说的通常 通常是比较比如说受报 恶业 受恶报 比较说的是什么 受三恶道的业 三恶道的果报 三恶道 如果我们这样说 说的是 我们身上有三恶道的业 一定会有 我们有三恶道的业 因为这个的问题在说明 如果我们有三恶道的业 那我们要不要受三恶道的果报 要不要受三恶道的果报 因为我们不可能没有三恶道的业 只有一种人 他不会受三恶道的果报 谁啊 甚至出国二国三国 他还会再投胎 七次人天玩法 但是他已经不会造三恶道的业了 他不会再造三恶道的业 阿罗安不再来 当然就没有什么受报不受报的问题 如果有受报 大概只有圣者出国二国三国 他不会再受报 就是你已经断了 你已经断了 我见我爱了 那么这种人 他绝对不会造三恶道的业 那么他身见缘起 他不会造三恶道的业 所以他决定不会剁三恶道 那么极乐世界里面 他说48月里面第一条 阿弥陀佛法战比丘的48月第一条 我的国土中没有三恶道 第二条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从我的国土离开之后 不会剁三恶道 离开之后 离开有几种原因会离开 你起大悲心 你起大悲心 你只证无声法的 你就离开了 一种就是 你得一声补助 你要去他方世界成佛人离开了 就在十六世界死了 去他地方成佛人 你离开之后 不会剁三恶道 不会剁三恶道 这是这两种 那你说 这个是48月里面的 那表示他不会 不管这个表示什么 他不管他有没有三恶道的业 他都不会成熟 是不是这样 不会成熟才不会受报 只有不成熟才不受报 我们刚才讲 业要成为报 业要成为报 那么他必定要 只有一个条件 成熟不成熟 不看你在哪个地方 不看你在哪个地方 也不看你修守 也不亏你是凡是圣 即使释迦摩尼佛都受九罪报 九种罪报 就是他过去成熟了要受报 即使他都要受报 连佛已经出生了 那么他成熟了 他都要受报 何况是 何况是其他的人 虽然我们这个只有夜报生 那么夜报生既然已经有了 他成熟了 他就是怎么样 他要受报的时候 他要老病死 或是他要消失 他没有 那么这个报也是要给他受完 还是要的 不可能没有 那么其实就在他成熟不成熟 那成熟是什么 你有没有相续 你的心有没有相续 你的业有没有相续 只要是这两个 你的缘有没有相续 那重点是心跟业 比如说我有三六道的业 三六道的业基本上是三个重点 第一个 第一个 就一般我们讲 他其实不离开贪 生 痴 不离开这三种心 那你照做 那么他有深口业 那你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 三二道他比较偏重 他都有 只会掉三二道 他一定都有那个业 而且都有不好的业 贪 生 痴 都有 但偏重来讲 偏重来讲 轨道的贪心比较多 轨道 就是那种 那种比较贪小便宜贪心的 然后轨迹多端的那种 都是比较会占比较便宜的 那种贪心比较多的 而且造很多不好的业 那么这种比较 就是轨道贪心会偏多 但是三二道其实都有 轨道贪的业比较重 一般就是贪嗔痴 就贪的贪心 而依贪心而有的业 他一定是贪心多 然后依贪心造作 杀道淫妄 是这样 通常是杀道淫妄比较 比如说你是贪别人的钱 然后杀人的 这是一种 那么你是很弃这个人 把他杀死的 那是一种 不一样 那杀道淫妄 依贪心 依比较粗 粗重的贪心 然后造杀道淫妄 这种业 通常都鬼道得多 但鬼还有分很多种 当然他也有称心 也有什么 但是我们讲偏重来讲 依贪心 极重的贪心 那么造杀道淫妄 那么畜生 然后地域道 基本上 当然第一道 第一道也都是有贪嗔痴 但是会比较偏重在称心 依称心造杀道淫妄 比如说提波达多 害否 他依称心 比如说你依称心杀人 这种比较容易多地域 贪心有时候也是好的 也不一定贪心都不好 对别人来讲 比如说两个人互相爱 那也是贪爱 那么但是他是造杀道淫妄 好 那么地域偏重来讲 我们是偏重讲 因为三二道 基本上贪嗔痴都重 而且分的还非常复杂 但是基本上来讲 鬼道理里面来讲贪心偏重 地域里面来讲称心偏重 畜生道理面来讲 虞吃心偏重 就比较虞吃 就是 人们说不听 就是说 他不会分辨道理 人家叫他做就做 然后人家叫他杀他就杀 人家叫他偷他就偷 人家说这个好 你把那个人不好 你把他害死 他其实也不是贪心 也不是贪心 他就听了那个人的话 就去做 把人家害死了 把人家的东西偷来啦 放一般火 把人家烧啦 他就听啦 那么他就于此不会分辨善恶 那这种 这种多数会多畜生到 就是 畜生就要改的就是这样 你一点利益给他 他就帮你做很多事啦 你只要每天重复给他这种东西 给他一个狗骨头 你叫上他就来 你不要给他贪 也不一定还会来 那么这种就是 但是这个是偏重说 那不一定全部都是这样 偏重来讲 好 那你很明显看到这个就是贪嗔痴造成的 那你如果这个心相续 那么依贪嗔痴造杀道淫望 起贪嗔痴造杀道淫望 他要造业 如果你只是 单贪只是起这个心 他就还没有 力量还不强 那你过去已经有造这个业了 那么你这一生再相续 那么就容易结成 结成 那个业就容易成熟 叫做相续嘛 你有那个缘 不好的缘 有恶缘 那么起恶心造恶业 那这个跟你的过去的恶业成熟 那他就容易受恶报 其实这样的 好 那我们说到极乐世界 为什么阿弥陀佛可以保证说 你来我这里 我这里我这里修行的人 绝对我这里没有散热道 索博世界有散热道吗 那么你从我这里离开 也绝对不会多散热道 为什么 他为什么可以这样保证 是说因为他的能力吗 不是 你要知道去极乐世界 你在缩博世界如果能够这样 你也不会多散热道 你看去极乐世界是怎么样 二六十宗 就是整天啊 整天都在什么 念佛念法念生 念佛念法念生 你会起贪嗔痴吗 就算起了他力量也不胀 你也不会造三二道的业 你二六十宗都在念佛念法念生 你天天听的 天天做的就是五根五立七绝之八正道 你不容易起 你不容易起贪嗔痴 那会不会起 会 还是会起 所以极乐世界 无量受精里面有讲 就是万一你起了反而怎么办 你起了反而怎么办 你起了反而怎么办 在八宫得水里面 你烦恼起到哪里 你就用八宫得水 他就涌到哪里 你烦恼起到喉咙 他八宫得水就涌到喉咙 洗你的烦恼 他的意思是怎么样 有那么神奇的水吗 没有 就是你常常在那边学习佛法 你常常在那边学习佛法 学习到你的心地都柔软了 有一天 二元来了 还是会起烦恼 你不要说没有二人 就不会起烦恼 人再怎么好 你夫人间自己也会起烦恼 你污染起了烦恼之后 因为你的佛法很深 所以有你学习到哪里的佛法 他就帮助你到哪里 比如说你念观音菩萨 念到非常虔诚 假设 你知道观音菩萨重点是修大悲心的 所以当这个人惹恼你的时候 当这个人诽谤你的时候 你会想到 你会起烦恼 起了你会想 我应该跟观音菩萨学习 那么你就不起烦恼了 这个就是用法水 用你听闻过的法 产生的智慧水 来清除你现在的热恼 那你的法升到哪里 它就可以 你烦恼 如果你的法只是很浅的 你起很重的烦恼 基本上没办法 基本上没办法 但是你到那边二六十中度 在念佛念法念生 不管你起初衷的烦恼 你一直享受不了 其他人也会来劝你 也会啊 因为你善缘多 都是诸上善人啊 就好像我们常见的嘛 就是说你如果在试验 那两个人吵架了 旁边的人就来劝 就会把你拉开了 那你如果在试间 两个人吵架了 旁边的人就鼓噪 好 吵架吵架 你看 不一样啊 对不对 这些吵架的两个人都怎么鼓噪 看戏 完全不一样 那一样的道理嘛 如果你在极乐世界 你二六十中度念佛念法念生 你没有跟贪嗔痴相应 就算挤了贪嗔痴 你很快就消除 你不会去造沙套一万的月 你也造不了 那你都没有成熟的时候 你没有成熟的时候 你说上这块地底下 这块地底下如果把这些水泥啊 中怪全部挖起来 底下有没有种子 有啊 但是它没有阳光 没有土 它不会成熟啊 你看那个冰啊 你看那个北极底下 那些细菌 或是那些种子 莲花的种子 一万年前的种子被挖出来还可以活 他把他拿到那个地方 那是在他底下 他不是没有条件可以存活吗 他不会发痒 那阿罗汉身上都有烟 但是已成熟的会受报 没有成熟的永远不会再成熟 所以这个 这个在聚首论叫做非折灭无尾 他不会再成熟啦 叫做非折灭无尾 不是用智慧断的烦恼 但是他也不会再起任何作用 他就叫非折灭无尾 就是他没有因缘再成熟了 因为你不可能再造业了 那你去极乐世界还是会造业喔 造善业也会造恶业 你会起烦恼 但是他仅止于起贪嗔痴而已 但是起的心也不重 也不重 那么你也不会因为贪嗔痴 造杀到云关不会 那因为没有 所以他就没有生的到 那你在那边养成习惯了 那么通常你离开极乐世界都是 正无身法人才会离开的 正无身法人才会离开 那么正的无身法人 你就正出国 你从此不会造三二道的月 从此不会 就好像一个正常人 头脑没有坏掉的状态下 他不会去抓 抓苍脸跟抓蟑螂来吃 不会 不会啊 但是如果你头脑坏掉了就有可能 丧失病狂的 丧心病狂的状态下就有可能 那么 所以你二六十中都念佛 念法 念生 那我们大部分都在念贪 念嗔 念痴 所以容易相应 容易相应 如果你在这个说谱世界 你多数都是念佛 念法 念生 我告诉你 你也不会多三六道 决定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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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从你念到有一个程度 念到你正见相应的 正见真上 就是说你都是念佛 念法念生 你学习佛法 有非常深的正见 正见真上 就算你没有正果 你还是不会多三六道 你决定不会多三六道 你决定不会多三六道 所以伸到极乐世界去 他一定会正见真上 天天星星 天天星星 你看我们一个礼拜再上一次 一次才上三个小时 那你极乐世界那边是 但是他们的一天很长 不是二十四小时 但是我们就用二十小时来算 他们是不用睡觉的 天人他基本上是不用睡觉的 那么就给他一天 但是大部分的天人都是享乐的多 但极乐世界他们都是修行的 全部在修行 所以如果他一天 一天二十四个小时 他当然跟我们不一样 但是我们用我们人间的来算就好 他一天二十四个小时 至少有二十个小时 至少有二十个小时 是在修行的 那他不容易多到 那你其他四个小时 你要起烦脑也起不起来 要照顾也照不起来 照不起来 所以他就算有二业 他有三业也比较强 你就算其他四个小时 其他四个小时 在起贪症吃打妄想 就算是这样 可是二十个小时都在怎么样 念佛念法念圣 那一业是什么 一业是重者先受 如果你当中有善业有恶业 善业比较重 要先做善业 就是说你的重业 比如说你同时有升天的业 跟做鬼的业 同时有 但是升天的业比较重 要先升天 那做鬼的业 等天上掉下来的时候 直接掉到轨道 所以有些天人会直接掉到轨道 会掉到畜生道里面 会直接掉到畜生道 因为他在做大善业的时候 他同时也造了比较大的恶业 那这两个都成熟 这两个都成熟 两个都成熟 他不可能一面升天 又一面做畜生 不可能 所以他先去做畜生 天人福报响尽了 因为他在天上有没有造什么善业 天人很少会造善业 但是他也不可能造恶业 他会剁三二道 是因为他过去的恶业成熟 他剁三二道的 他并不是在天上造恶业 天上不会造恶业 天脸就不会造恶业了 其实是这样 所以他说 这个 是不是在那边修行 削业障 是在那边修行 但是业障 老实说 业他不能削 他只能让他不成熟 他没办法削 他只能让他不成熟 那你透过忏悔 你那个原来的那个心 那么那个业转轻 业其实不能消的 真正来讲 业是不能消的 你说那我过去无知 杀了一个人 造了杀业 我现在就一千个人来抵 就一千个人来抵 那个杀一个人的恶业 杀业没办法 就一千个人是一千个人的业 杀一个人是杀一个人的业 他没办法互相抵消 没办法 没办法 那你说那我忏悔 我忏悔这个业不是就会消吗 也没办法消 忏悔是让你的心 让你的心 对照这个业认错 那么认错最重要是在改过 让你不再继续做 不再继续做 业就不容易成熟 不继续做业就不容易成熟 那要相续做他就容易成熟 所以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让你原来有的业 便没有 那是没办法的 忏悔可以减轻 就是让他不相续做 认错跟改过 那重点你会成熟 而且受起来会比较苦 是因为你没有忏悔 而且你继续做 那么这种就容易成熟 而且他受起来的苦会比较重 所以业既然造 就好像你身上吃的毒 那你说我吃很多营养 让这个毒不见 营养是营养 毒是毒 他不会 他不会营养吃进去毒就消掉 不会 你造善业 你也不能够抵消你的恶业 是没办法的 那么只有一种人 只有两种人不受恶报 一种是不造恶业的人 但这种人几乎没有 没有人说不会造恶业 这种人几乎没有 那一种是不造恶业的人 一种是不让恶业成熟的人 就是忏悔的人 他不让恶业成熟 那么他为了不让恶业成熟 那么他不断 他那个心忏悔 并不继续造 然后他让善业 善业永远 比恶业早熟 那么他就一直受善业的果报 其实是这样 他到善业的时间多 到善业的时间多 24个小时里面 如果24个小时都是起善心 那么其他4个小时 就算起恶心 他也不会对这个心 那么就是不会那么冲动 也不会那么远那么不好 那么业当然就也比较轻 那么这个是到极乐世界 是在那边休息没有错 但是重点是那边积极善根福德 就是说去那边累积好的业 那么修行的业 重点是累积无肉业 重点是要 他也不是重点也不是善业 因为善跟恶基本上都是有肉的 有肉的 他重点是累积那个无肉业 要解脱 那么有机会让所有的恶业都不成熟 那么这些恶业不成熟 而且你不可能再起恶心了 没有烦恼了嘛 你把烦恼都断尽了 他不可能再成熟 不可能再成熟 他就永远不会有恶业成熟的机会 没有果报 所以我们当我们的这个心中 过去累积有很多六道的业都有 天人阿修罗地利恶鬼出身都有 每一个人身上都我也有 那我们常常讲嘛 就是这一个六个 我们身上都背着六个瓶子 心里面同时有六个瓶子 他是这样子的 稍微把它讲一下 那每一个众生都是这样 那我们现在是人 那每一个人身上 基本上都平均有六种业 就身上有六个瓶子 六个罐子 六个罐子 那么天 人 阿修罗 那么鬼 鬼通常是恶鬼多 但是他就是鬼道 然后畜生道 畜生道 畜生道比鬼还不如 那么鬼畜生地利 地利跟鬼不一样 后来中国佛教 我们通常都会把鬼跟地利连结在一起 那么地利就是比较不好的鬼 其实不是 鬼是鬼 地利是地利 地利的众生不是鬼道的 就好像天是天人是人 天道跟人道不一样 人道跟鬼道不一样 鬼道跟地利道也不一样 畜生道跟鬼道也不一样 都不一样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果报 但是我们后来通常会把这两个连结在一起 就是鬼就是地利 地利就是鬼 在地利里面的就是鬼 那其实不是 这个不是这样的 好 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瓶子 不知道六罐瓶子 其实就是我们的业 就是我们的业 那他一般来讲 人往生 人往生 那么这个他要十善业 这个是十善业 这个是五戒 所以五戒十善是人天嘛 就是你基本上你依这个人生 他重点就是你不造这些五戒就是你不造这些的业 那么你基本上人的业比较多 人天的业比较多 那么你就是你只要不造这些业 他通常你就不会剁这些鬼道 你有五戒你就不会剁 剁这个叫四二道 这个阿修罗是比较 他也修善 但是一般来讲 南传把他叫四二道 我们把他叫善道 北传基本上把这个叫三善道 这个叫三二道 但如果依经典来讲 这个也是二道来的 但是我们基本上把它叫做三善道 他也有福报 但是依经典 依夜报差别经 夜报差别经来讲 那么这个是二道来的 这个阿修罗也是二道 他这个是为二 食不散里面为二 比较轻微 为二 这个是小二 这个是中二 这个是大二 那基本上不离开沙道淫妄 那么九 九是因为为了不造沙道淫妄的 那么从沙道淫妄来讲 看你造的业 造的业的轻重 比如说杀 杀一只蚊子跟杀一只青蛙 跟杀一条牛 跟杀一个人不一样 杀畜生跟杀人不一样 杀人 杀善人跟杀恶人不一样 那么杀自己的父母 跟杀其他的人又不一样 杀与你有恩的人 跟杀与你有仇的人又不一样 他轻重不一样 杀一个圣人跟杀一个凡夫又不一样 圣人里面 你杀阿罗汉跟杀出狗的又不一样 供养也是这样 所以他这个分很多 所以才会分这么多 分这么多 那杀到淫妄都有 杀到淫妄都有 你道三宝物 那一样 那妄语主要是大妄语 那这个人基本上是比如说非犯恨 那么是有比丘比丘尼的 那么这个就比较重 那基本上分 分都是 这些是为二 所以一夜报差别经来讲 这个是四二道 但是他虽然是为二 他也还有很大的善 所以但是因为他的一夜成熟 所以他就叫五公五德嘛 他很会布施 很会帮助人 但是他脾气很不好 你不尊重他 那么他也会骂人 那也很会伤害人 就是变成这样 那么这一些 这一些我们 我们每天 只要有那个信念 他就有那个业 那如果有再有那个行为 他也有那个业 那么信念导致的行为 业就加重了 那比如说我们人来讲 我们这一生是受人的果报 这个是唯恶 这个是小恶 这个是大恶 最好 好 我们假设 我们之所以做人 就是我们过去一生 不管你是 因为你做人有 做人通常 做人通常 基本上由畜生到来的 第一道不太会直接做人 第一道不太会直接做人 那你像地藏经里面说 那个地藏菩萨的 观目女的母亲 在第一里面 然后像来做人 几十岁就死掉了 然后又投胎了 通常第一的 不会直接出来做人 第一来讲 在第一的 他要透过畜生道 还是鬼道 通常要先透过畜生道 然后再透过鬼道 然后才能做人 他不会直接做人 很少 几乎没有了 那么 所以 因为大部分 如果你还看你多哪一个地藏 如果你多的是八大地藏 一般我们讲十八地藏 十八地藏 他基本上有八含八六十六个 还有一个孤独地藏 一个无间地藏 通常就加起来十八个 那另外有一个就是你大地藏里面 如果你在大地藏 那还要经过 还要经过 尤真地藏 就是中地藏 尤真地藏 每一个大地藏旁边有四个 四个 每一个尤真地藏 那这个叫中地藏 然后再经过小地藏 大地藏到中地藏 中地藏到小地藏 小地藏再到畜生道 或是鬼道 那么之后才做人的 因为他那些业比较重 所以他没办法直接做人 那么我们会做人 我们怎么来 我们这些人怎么来的 他通常一个由出生到转来的 那出生到 因为是比较高级的出生才有可能做人 低级的像蚊子 苍蝇 很难的做人 不太可能做人 要经过很久很久 他业要经过很久 那么高级的出生 比如说猫 狗 食子 大象 老虎 这种 我们叫做高等动物 这种比较有可能做的 因为他有可能是从人才刚掉下去的 那没多久 夜暴受精的又来做人 其实是这样子 所以畜生道里面比较高等的畜生 那最高等的是什么 最高等的畜生是什么 龙 金翅鸟王 龙王金翅鸟王这种 龙 金翅鸟 或是我们说他修行 然后化作畜生型的 因为他也要受畜生报 比如说狐狸精这种 那么有很多动物成精的 成精成怪的这种 他还是受畜生报 他还是受畜生报 他还是受畜生型 比如说以前佛教里面就有一个 有一个老人 他其实是狐狸变的 那因为他以前是修禅的 但是他观念错误 所以堕路做畜生道 邪见 邪见很容易堕畜生 畜生基本上我们做愚痴做 那愚痴基本上是不知三恶 不明示威 不变黑白 但是有一种愚痴就是邪见 这明明不是这样 比如说他认为 到极致世界可以不用受报 或是你有修行就不用受报 这个老子 他去百丈禅师那边 听百丈禅师说法 等到大家都走了 他就问那个百丈禅师 他说 大修行人还要 还受不受业报 就像我们说到极致世界 都受业报一样 大修行人 他都烦恼断尽了 不要受业报 他说是不是不受业报 不是 是不媚 不媚因果 就是他知道要 他不会再造 不媚就是他知道 这样会受三恶道的业 他不去造三恶道的业 会这样 真正有修行的人 知道这样是 这样杀到一样 会剁三恶道 所以他不去造作 杀到一样剁三恶道 叫做不媚 他知道有因果 他非常清楚 而且不媚因果 这是从个人修行来讲 然后如果从因果本身来讲 就是无事因无事果 你有修行没修行 你都要随意也受报 而不是说 而不是说 你不受因果 那哪有可能不受 一定要受 那这个他清楚 那当时他就是觉得不用 所以他跟人家讲也讲不用 那因为这样的邪见导致于 你否定因果 因为这样他都出生到 但是他虽然多出生他可以变 因为高级 因为他只是受那个行 但是他的心还是散得多 因为他修行 他修行 那这种 这种基本上就是 愚痴重 但是他这种畜生 他也是愚痴 但是他的这种愚痴 是比较属于邪见的 他不是那种都不知道不清楚的那种 不是笨笨的那种 不是那种的 那当时就是愚痴也容易都畜生到 但是不一定 但是说这个偏重来讲 偏重来讲 那鬼道 这是我们的人当中 这个比如说 你是有 我们先说 人是怎么来的 从畜生来的 然后从鬼道来的 你鬼道受监了 你再来做人的 所以你有时候看一个人 你会发现他的习性 你会知道他可能是从畜生到来 从鬼道来的 从人道来 人道里面有分 他以前穷 他以前富有 他以前做官 所以有时候我都会从这样来看 这个人的习惯性 我们有一个同学就这样 他走到哪里 他很习惯的就是什么 好多地方他先受用 他也不管你 可是他这个人也不是贪心 他也不是骄傲 不是 他为什么会这样 他以前做官 做官都是怎么样 前乌后勇嘛 去到哪里 自然而然 理所当然的 最好的床间你住 最好的东西你先吃 他 他要再问过其他的人吗 不用 他就变成养成习惯了 你跟他讲他会说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没有考虑到你们 那个就是什么 他也不是那个心 但是他自然就有这种习惯 真的 那有一些人就自然而然就是 搬弄是非 大部分从鬼道中来 就没有事 他就喜欢 斗过两头 就讲那个人不好 他就讲那个人不好 然后让这个两个人吵架 他就看得很快 鬼道来了 鬼道来也有这种习惯性 一人冲地 你知道吗 就是作祟 他一人冲地 看到两个人应该这样吵架 就很好 很高兴 这鬼 鬼就是这样 鬼气多端就是这样 然后他会 他会 比较 比较会记仇 比较会记仇 人家对他不好 他记得很清楚 人家对他有恩 他不放在心上 然后这种就是鬼道 你会发现到 人来的基本上有鬼道 然后有人在来做人的 也有人在来做人的 然后有天在来做人的 天在来做人的也可以 他还可以观察 这个人孝顺 不太爱讲谎话 讲谎话会很难过 孝顺 诚实 乐善好施 人家对不起他 他不放在心上 人家对他好 他点滴在心头 他非常喜欢布施 那脾气有一点点 不一定好 不一定不好 他有些脾气不好 但是也不会 不好也不会怎么样 就是 你会发现到他乐善好施 很喜欢布施 他是习惯 他不管有钱没钱 他喜欢布施 那大部分从天上来的人 都会有一点糗 就是他会有一点福报 但是他不一定能受用 因为他天福享尽才掉下来的 还要看他过去 累积多少福报 那有些天福享尽下来的 余福还可以这一生很好过 有一些就剩下不多 就不那么好过 他的二业成熟了 他就要受苦 这个我也看过 那就是你可以观察 但是他有一个特点就是 这个人非常孝顺 不管他父母对他好不好 他都非常孝顺 真的 他父母明明对他不好 而且明明偏心 他也不会怎么样 他还是觉得应该要孝顺 就是这个人有那种特性 就是孝顺 然后乐善好施 喜欢帮助穷人 乐善好施 然后诚实 真的 你就会发现 这个人多数从天上刚下来 有没有学习佛法 那就不一定 多数不一定学习佛法 因为其他的宗教也会啊 他也是其他的天 那人再来做人的 就差不多是这样 那就是有一些善 做一般的人了 那我们 我们基本上 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业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这一生学习佛法 我们不失慈见 那我们这个善业 多数的佛教徒 多数的佛教徒 升天的业都很多 比如说 比如说这也是百分之百来讲 大部分的佛教徒 善还要分 善还要分 那通常天上的业是十善业 而且行善还有分 行善有分 你利益多少人 你利益到什么程度 他基本上是分的 那么多数的佛教徒 善业基本上 都在一半以上 佛教徒 他如果有持五戒的话 就算他没行持善 他善心也比较多 那比如说 你依这样来讲 比如说你有百分之五十 升天的业 你有百分之五十 升天的业 那你有百分之八十 做人的业 那你有百分之七十 阿修罗的业 阿修罗就是我们讲有功无德 他也很会做善事 他跟天人一样很会做善事 也乐善好施 那也可能诚实 也可能很孝顺 但是他就是脾气不好 就这样 那天人是脾气好 他做了善事 那被人家嫌弃 有些他会自己觉得 我做的不够好 或是他也不会跟他计较 但是阿修罗就很会计较 他做那么多 做到老高 他就会很生气 他就会翻桌 当场会翻桌 阿修罗就来 就当场会翻桌 那如果是天人的业 他就不会这样 他就觉得 他可能就是 烦恼了一下 然后就好了 那还是来做 那就不一样 阿修罗就翻桌了 然后明天就不来了 然后也告诉大家不要来 反正就这样 那就不一样 但是他还是很会做 他去其他地方做 我去其他地方发心 一样非常热心做 那其他地方又这样 所以阿修罗造很大的善愿 但也造为... 他就是为恶 阿修罗 比如说反正是七十 那佛教徒 如果你没有智慧的话 他在造善的当下 他很可能也容易起烦恼 你越发心 你就越容易起烦恼 你做的越多 人家讲的越多 你就越容易起烦恼 但是如果你有智慧的话 当然就不会 那不会的话 你就很可能 深圳的业子比较多 所以他的福报 阿修罗想的福跟天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 那就是因为他们都造战人厌了 但是恶业这部分就有差了 一样有善业 善业一样那么多 甚至他有时候善业还比他多 但是 比善业的话 天人的善业 天人的善业 肯定是比阿修罗多 但是他那个质比较多 从善业的质 他这个量可能比较多 但是他质不好 虚的比较多 那轨道如果说 我们有时候也会有轨道的业 比如说 比如说百分之四十 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会记仇 有时候也会怎么样 有时候也会贪小便宜 反正种种了 这一些 那么出生道的业 鱼吃的业 那也有可能 比如说百分之四十五 第一的业可能就比较少 比如说百分之十 过去累积的不一定 有时候很多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从这一生看你的个性来讲 佛教徒来讲 这只是佛教徒 如果不是 那就不一定 没有宗教的 比如说共产党 无神论 把这个庙吹倒的干嘛 这些 这就不一定 那看你对人的 那就算你这一生有修行 但是因为你造的业也有可能 让你那个业赶快成熟 你比如说那个隐城维路里面 谭虚法师讲隐城维路 金山寺一个手座和尚 死了就去土地公 那他是手座 你禅宗要修到手座 那公务要很好 才有办法做手座和尚 就上座 手座和尚 手座和尚是在教人打坐的 他死了为什么做土地公 他要出家之前 没有跟太太讲好 然后他就一心要出家 结果出家 出家之后 他太太心里面不满 就是你没有处理好 他太太就跳河自杀 死掉了 他太太因为怀恨他嘛 死掉了之后 就一直做鬼 因为他这个恨 他就做鬼 他一直做鬼 然后就一直跟在 这个鬼一直跟在这个出家人旁边 那他有功夫嘛 他当然进不了 就像三变水站讲的一样 就没有办法进 他就等 然后就慢慢影响他 慢慢影响他 因为他20小时跟在他旁边 你人总有起烦恼的时候 然后就慢慢影响他 慢慢影响他 影响到最后这个人 就是脑筋就稍微坏掉了 就是也不是坏掉 就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常常迷迷茫茫的这样 然后就 常常这个人 他太影响到他 有能力影响他了 然后 然后慢慢就告诉他 要跳河 要跳 因为他才能跳河石 他就要拉他一起 我活着不能跟你做夫妻 我死了要跟你一起做夫妻 反正就这样 他没有处理好 而且他也不管他 那你不可以这样 你自己要休息 你没有跟他处理好 他还怀恨你 怀恨你 你自己又休息 还没到公屋 还没到家 那就算到家 你还是要还给他 你又没办法度他 那你又不管他 所以他一直怀恨 所以他 就后来一直要他跳河 他就影响他 影响他的心智 让他意识模糊 尤其你在修禅厅 很容易跟这个鬼相应的 但是你不知道 他就心里面 所以他常常 那个金山寺在那个河旁边 金山寺在河旁边 所以他常常动不动 就要去跳河 就被人家救了好几次 后来就跟他讲 你这样跳河 室里面也不好看啊 那也不好 所以就带回去 带回去他室里面 没有河可以跳的地方 后来他还是去跳河死了 那死了之后 他的女儿来讲 他梦见 就是前几天就知道 说他的爸爸 要去做土地工 他的妈妈去做土地婆 然后盖了一个土地庙 就死了做土地工 这个也是鬼道 但是他是有才鬼 鬼道里面有一种有才鬼 那多数都是恶鬼 有才鬼就土地工 陈王爷 然后像光公这种 他是有威得力的 他也有持戒 但是有一些戒持不好 有一些持得很好 光公就是杀戒 持不好 但是他不偷到 不邪影不妄语 这个也厉害 我告诉你这个也不容易 他不偷到 不邪影不妄语 忠贞义胆 但是他杀人杀太多了 杀也太重也没办法 他有威得力 假设我们这样 你这一生假设你学佛 你学佛 你这些业都会比较少 阿修罗业可能会多 阿修罗业在 你以前已经百分之七十了 现在加百分之十 那人的业加百分之十 九十 那天的业可能加百分之四十 因为学佛你比较知道要修上 也百分之九十 假设这样 假设再这样 那轨道的业可能 又加一点点 百分之四十五 每一个人不一样 我要看你一生 因为一生 我们一生有 大概开始什么时候开始造业呢 从你懂事开始 那么业就越来越重 小时候的业不重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 无知嘛 那个业是不重的 道理知道 一般我们开始知道道理 知道有这个作用的话 基本上开始从 从小学 大概从小学就开始了 那个业就开始 那么越到国中越清楚 高中越清楚 然后你越 年纪越大 那个造的业是越 越容易成熟的 那到老了又不太能造业 没有能力造业 那年轻是没有那个新造业 不一样 像我们现在这种业是很清楚的 所以你造的业都有决定性 那这样有好有不好 你如果知道道理 每一个三业都具有决定性 你都是故意造 你这样造 你清楚的 你造之前 造当下 造之后 你都清楚的 所以有好处 那么如果是你没有学佛 或是你不懂道理的 那么他每造一个业都加重加重加重 那就不好 所以你懂道理很重要 那第一的业可能也不多 我们不太容易造第一的业 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也会 比如说百分之十五 那就一次累积 他不会消 他每次就这样累积 累积不会消 不会消 他只是成熟不成熟而已 但是我们不容易造第一的业 比如说加两个好了 百分之十二 好 那比如说你毁谤三宝 有时候不知道也会 但是藏伟会说 他有那个业会减轻 他不会消 但是他会减轻 他会减轻 因为你你持续他才会一直成熟 你不持续他就减轻 没有那个因缘 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这一生走了 这一生走 你会去哪里 就是你天的业也百分之九十 人的业也百分之九十 这个最重 所以这个有百分之七十 这个有百分之四十 好 那你死了之后 不是做人就是升天 这个就不定 到底要升天才做人 就不一定 那么如果好 最后有人告诉你 或是你最后念头 在这里多加百分之零点五 那你就来做人了 你想说我这个孙子 我还要来看他 你可能就会念你这个孙子 那个心 那个心想要看你这个孙子 我的女儿还没嫁人 那么你心里面念 或是念你的财产 念你的什么 那么你留恋这个人间 你就在这里多百分之五 那么百分之零点五 那你就会做人了 就是你在往生 那之前 或是在终因生的阶段 那是这样 那么你就会怎么样 你这里就会做人 还有一种就是 你自己发愿 我修十三月 我应该要升天 你只有百分之九十五 那么你这里只有百分之九十 照理讲你要升天的 但是我发愿 你有愿力 我发愿 我要来做人 修天不升天 那么你不做人 我要来人间 寻菩萨道 那可以 你就会来做人 你带着十三月 天人的夜来做人 所以你福报会很大 会很多人拥护你 那这个就是另外一回事 那通常就是这样 就是以我们的夜 夜成熟 那其他的人就不一定 就是说佛教徒 但是佛教徒也分很多种 有些也不懂活法 也都也不懂 也不懂要修福报修善业的 那有时候也是造鬼业 阿修罗业非常多 这个我们比较容易造 阿修罗业跟鬼道业非常多 多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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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之后 死了之后 是做鬼跟做畜生的 这两种最多 就真啊 畜生就喜欢真啊 抢啊 你抢我的 我抢你的 只要我好就好 那通常是这样 那多数的人 当然是有一些 当然就是做人跟升天 那么有一些就要修罗 那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会堕低 就不一定看你的夜 那你这一生做人升天之后 假设你升了天 那天上就开始 天福就开始想 消啊消 你受过 你就要享乐嘛 比如说你一百云之九十的夜升天 那你就开始想福 想福 你想多少就慢慢慢慢没有了 没有好 放到 升到百分之十啊 就堕落了 剩下 这个天人的这个夜要 比如说你升天的夜至少要百分之二十 那你剩下不到 想到不是百分之二十啊 好下来做人 或下来做修啊修容 或下来做鬼 不一定 但多数会做人 多数会做人 那天人百分之二十的夜 在人中间就很多了 他还有余福 他就在人 然后里面 那就开始又做人 那做人就要看 你又修什么夜 还不一定 那你又开始修升天的夜 那你还会再升天 那如果你开始造这些二道 那你就会下二道 就是这样啊 就是不断这样 那你每次 那这些呢 这些不会变 这些不会变 都一直带着 一直带着 那你如果累计多一点 那就越来越多 那么这个多到这边 那你就要多出生道了 就是看你的夜 看你的夜 那大概 夜其实蛮复杂的 所以常常会讲 夜历不可思议 果报不可思议 就是说讲 不是那么容易讲清楚 但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是 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是一样 就是你都有六道的夜 所以这三界六道轮回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比较复杂一点 所以我要坐下来讲 这个就不用写黑板了 他说 他有一个问题 他说他儿子很爱喝酒 每次喝酒都会跟媳妇吵架 吵架之后 他媳妇的妈妈 就会来家里闹 那么因为他闹 我也跟他闹了 就会对呛 那么他们之前离婚过 那现在又同居在一起 但这夫妻 就是他儿子跟他媳妇 有两个家 又开始吵 那他是问我说 那应该怎么办 应该怎么办是 是说你要怎么办 就是说那我这个做妈妈的 那我要怎么办 那我们说 刚才讲到夜 这个跟夜也有关系 跟夜跟远有关系 那遇到这种情形 其实 我们要知道有一些东西 我们能够处理的事 通常就是我们自己的事 跟我们有关的事 那么 你要知道 像类似像这样的事 其实很多 那我们很想帮助我们自己的亲人 但是有时候无能为力 就好像佛陀也想帮助他的亲人 但是有一些也无能为力 有一些可以 那么这个关键在哪里呢 关键就是 第一个你的福报 你自己本身的福报足不足 你有没有力量 就好像说 几个例来讲 你的儿子被一只狗咬住 那么 你想救他 可是那只狗很有力量 你的力量没有办法 你的力量跟智慧 没有办法让这只狗 松开他的嘴 那你也救不了他 你越要救他 那只狗咬得越紧 就变成有这种情形 所以说你要有相对的福报跟智慧 你才能解决你所面临的问题 如果没有 你想要帮他 有时候反而 会帮到忙 比如你来讲 那么说 几个例来讲 比如说你妈妈 不是你妈妈 是你的媳妇就是你的亲家 你媳妇的妈妈就是你亲家 会来家里闹 那么你就跟他对枪 那么这个就是帮到忙 就是说 他已经在起烦恼了 然后你也跟着他起烦恼 那么烦恼跟烦恼 他一定没有好下场 没有好结果 二元跟二元 二心对二心 二元对二元 我记得有一次 以前我爸爸中风 我讲个例子 我爸爸中风 那么我们都 因为我们家没有那个条件 可以让他自己住一个房间 我有人照顾他 所以我们送到那种安养院 但是安养院里面 我妈妈白天都过去陪着他 只有晚上回来睡觉 然后我常常回去看他 我常常去看他 然后就是 虽然住在安养院 实际上还是我们自己照顾这样 只是他有那个环境 然后一有事 有医生有护士这样 那 有一次我去见我爸爸的时候 我爸爸就跟我很投诉 说那个护士小姐打他 安养院被打是很常见的 你知道 你就不乖嘛 那不听嘛 他也不是给你打那种 打那种针让你睡觉 就整天在睡觉 你就不会吵 真的是这样 因为我常常去嘛 以前我照过我爸爸两三年的时间 我看过很多 然后 这个我们找的那一家还是 我们那边是最好的 就是也不是很贵 但也还好 环境都还不错 我单单为了我爸爸 看了十几家的安养院 就是他里面 他跟医院合作的 然后他里面 因为我们家没有 没有那个空间 没有那个环境 没有那个环境给他住 那也没办法这样照顾 所以住到那个地方 环境也相对好 然后又有冷气 然后卫生又好 然后又有专门照顾的人 然后又有那个病床 完全就是这样 那有一次我去的时候 我爸爸就跟我 我跟我妈妈去 我都会带我妈妈去 那就跟我们托述 说那个护士小姐打她 我妈妈就很生气 去就要跟护士小姐理论 我赶快把她拉住 我说你不要 她说她怎么可以 我们付钱请她的 我妈妈就说 我们是付钱请她的 我们又不是没有钱 而且我们都自己来照顾 你怎么可以 因为晚上有时候我爸爸 因为人 那边的人有时候就是 他容易会吵了会干嘛 然后他不听话 他就打她 然后让她关 不然也会跟她打针 然后我爸爸就投诉 说那个 就是他 昨天晚上打我 怎样 那就是投诉给我们听 那我妈妈很生气 就要去 就去找她理论 说我们 我们是付钱请她的 那怎么可以这样 做医生的 做护士怎么可以这样 你知道照顾那些人 照顾久了 他就 就是时间到了 你在那边吵 你就是大便 他也不管你 时间到了他才给你亲 就是这样 那你时间到了 他就给你喂 你吃不下吃不下 那也不管你 真的去那边 如果没有子女去 真的也真的很可怜 然后我们是 我们是常常去的 我妈妈是每天去的 那我是有空我就去 有空我就去 我妈妈就要去找她理论了 我说不要不要 你不要去找她理论 你现在这样 因为你找她理论 好啦 她给你骂一骂 她也不敢讲话 等你走了 那她不是 她不是想办法 整的跟她更辛苦 对不对 那你这样没意义 你这样没意义 你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有 你每次去带一些东西给她 对不对 不好意思啊 辛苦你啊 这个爸爸 就是有时候 心情不好 有时候生病 你就知道吗 就怎样怎样 就是还跟她对不起 就让你们多操烦 那又带个东西送给她 我告诉你几次以后 她就会对她好了 真的 真的啊 你要这样解决嘛 我妈妈那时候很生气 她说我付钱给你的 你干嘛要这样 就要跟她 我说你不行 你想一想 你现在去了 你出口去了 好啦 你回去呢 她本来就是很不耐烦 你常常在吵啦 她要照顾都不是指你了你一个人 那你就要吵 她就要费很多时间了 她不要 所以她就直接 要不是打你 要不是把你绑着 你再多叫她就删你耳朵 真的喔 真的喔 我看过一个将军也是一样 她将军喔 但是她有一个女儿 她女儿住台北 那边 我爸爸旁边住 是我一个将军喔 他爸爸是哪里 我听说是将军 那就是军人的 那老了 老了就住在那里 她只有一个女儿 那个女儿住在台北 然后 偶尔一个月付钱的时候 才下来一次 所以平常也没什么人管她 那你知道那种人 中风的那种人喔 那 睡那个久了 基本上会痒啊 会叫啦干嘛 都很可怜 我就觉得啊 人到那边 没有什么尊严可说啦 那就很辛苦 如果家人没去的话 但是现在可能 有一些长照可能好一点啊 我不晓得 但有一些真的很好 有一些也很好 但多数 我讲多数是不好的 真的 那你这样 你要解决这种事情 就是 你不能以恶止恶 以烦恼除烦恼 那是不可能的啦 你用火来灭火 哪有可能 对不对 所以你要怎么办呢 那 基本上当然 这个从两个 一个就是你要解决事情 一个是你要解决你的烦恼 你看了也烦嘛 你看了也烦嘛 所以 我那时候我跟我妈妈说 你不要这样处理 你这样处理 你骂那个医生 骂那个护士 你去告他们都没有意义 除非你不住在这里 那你就算不住这里 你去人家 人家会说 那个人怎样怎样 反正你走了 问题才开始 你丢下问题 你不是解决问题 你丢下更多的问题 所以我跟我讲 你不要 你绝对不要去骂他 你骂他 爸爸以后会更难过 他应该要给他的 不给他 他也没有骂你 也没有打你 对不对 他也不管你 你大便了 你叫他 他也不来处理 时间过了 他也不来处理 他放给你臭 放给你烂 你又能够怎么样 对不对 你没办法 他没打你 你不是很惨 我说你不要这样处理 你这样处理不对 你应该要这样 这件事情 你就当做没有发生 你说怎么没有发生 就明明 我就知道 你先不要管这件事情 你要处理这件事情 你下次来的时候 带一些饼干 你不要去投诉他 你带一些东西 带一个苹果带什么 你给他 你说辛苦你 要你照顾我先生这么久 像这样 你就是不情愿 你也要讲 真的 然后妈妈 他会觉得 刚开始有点怀疑 慢慢慢慢 你几次以后他就好了 真的 你慢慢他就会对你好 真的是这样的 所以你说 第一个当然 你儿子很爱喝酒 你儿子又不听你的话 你儿子也不听你媳妇的话 你媳妇也不听你儿子的话 你媳妇也不听你儿子的话 你媳妇也不听你的话 你这种事情就是这样 所以大家都不讲理 也都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 所以才会形成这种 这种事情很乱 很乱 那么一个家庭里面 如果有一个会讲理的 那么这个火就不会那么大 如果大家都不讲理 都凭个性 凭脾气 那么那个火就会很大 就会比较乱 不可能和 那所以 这个问题的解决就是 第一个从你自己本身 从你自己本身做起 你像以前 以前我讲过的例子 就是现在几点 四十九分 往前讲一下我的例子 就是说以前 以前我回家的时候 我和我弟弟脾气也不太好 那我妈妈 都是我弟弟在念我妈妈 比较多了 那以前我回家的时候 只要看到 我弟弟在念我妈妈 然后我妈妈在那边哭 我就很生气 我就会骂我弟弟 那我弟弟就更生气 那我不在的时候 他骂我妈妈 就骂更严重 那我妈妈又打电话给我 我又更生气 反正这样就不是办法 这样不是办法 后来 后来有一次 我知道这样解决不是办法 我就回去的时候 就算我看到我妈妈 我弟弟又在骂我妈妈 他也不是骂 他就讲话很大声 怎样怎样 你不可以这样 因为他也是关心他 那我妈妈就说不了 所以你是我儿子 又不是我是你儿子 他就 他就说 你要何必要讲这么大声 你不可以好好讲 但是他个性就是这样 我妈妈就会很伤心 就开始又哭了 干什么 觉得他一生都怎么样 那我后来就 我本来是也很生气 我觉得你怎么可以这么不孝顺 就骂我弟弟 我妈妈弟弟也更生气 他说都是我在照顾 怎样怎样怎样 就开始又很生气 后来我慢慢知道 不能这么解决 不能这么处理 后来我只要回去 看到 看到我弟弟在 又在跟我妈妈大小声 我就不讲话 等我弟弟讲了一阵子 我就跟他讲 好了好了不要讲 我就慢慢讲 然后就安慰我妈妈 就安慰我妈妈 他就不害羞了 就是安慰他 安慰他完了之后 如果我有东西 我就会送我弟弟 真的 我弟弟以前也很讨厌我 他觉得我不负责任 一个人跑去出家 完全就是这样 但是我也不是负负责任 我妈妈有事什么样 我都回去的 照顾都是我在照顾的 但是他有误会 你要解决误会 你不是讲理就好了 讲理他就不管你 你要讲什么 讲情 众生都是讲情的 不是讲理的 真的 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 恕之以理 动之以情 你不是只有讲理 讲理他也会讲啊 讲理他也会讲 他讲不过你 他也不服你 我告诉你 真的是这样 不是比谁会讲 而是要动之以情 就是说 你第一个 你对他做错的事 没有责备他 然后你因为你要影响他 你必须要先 就有一个条件就是 他听你的话 他连你的话都不听 你讲的理 他都不放在心上 他也不觉得有理 就叫做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所以你要先能够 第一个 让他信受你 就像佛爷一样 你要先信 你不信后面都不用讲 教你怎么做怎么做 你都不会做了 什么理你都听不进去 他没有 所以我就比较会 就是 就开始对他好 现在就是 不管他对我妈妈好不好 我都对他好 就这样 但是他如果我知道 他对我妈妈不好 我就会多劝我妈妈 就会告诉他 没关系 小孩子是这样的 你是母亲你也知道吗 这样就可以安慰他 安慰他 每一个人 他个性有时也没那么好 他一直不想 他虽然很大 他妈妈说 什么不想 几个月还不想 我妈妈 不是习惯 他们都是这样讲 我讲一句 我有时候会觉得 我现在是要安慰你 你就会过来骂我 我说 有啊 你不晓得很多人 即使年纪很大 还不会想啊 你以前不是说 爸爸都不会想吗 那你不是很多岁 还不是一样 就可以妈妈跟他讲 妈妈跟他讲 然后妈妈 每次安慰 每次安慰 我看他如果比较伤心 他会哭得很厉害 我就安慰他比较久一点 然后久了久了骂我 那我弟弟 就是以前我回去 只要看到这样 我就会骂他 后来我不骂他了 一骂他他更生气 他更不好 他本来只是跟我妈妈的缘不好 他跟我的缘也不好 因为我骂妈嘛 后来骂妈妈妈 我都对他好 不管他好不好 我都对他好 真的 后来有一阵子 因为那时候 我有车我都要开回去 有一次 我就不管 我就不管你对我好不好 他对我也不好 态度非常不好 讲话也不好 然后他骂我 跟骂我妈妈也差不多一样 但是他比较不敢骂我 然后后来 有一次我开车回去 他竟然主动帮我洗车 我就知道他改变了 真的 那我就 对他就更好 后来我讲的话 他就听了 真的 我说后来 你就 你就不用这样 你就怎么说 他就会听进去了 真的 这种东西 但是要时间 要时间 第一个你要想改变你自己 有耐心 你讲的话要有人听 那人家要觉得 哎呀 这个是在帮我的 他不是在跟我做对的 那你当然 你要教育你的媳妇 要教育你的儿子 还要教育你自己 最重要 那你现在没有 你儿子喝酒你不管 你媳妇跟你儿子吵架你交不了 你现在要去教育你亲家 那你不是 对不对 他也没办法 那这样就不对 所以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以后再有 因为这种问题会循环反复 那么你要先静下来 第一个冷静 第一个冷静 先冷静 你不冷静 你那个烦恼就起来了嘛 你的习惯性嘛 脾气就起来了嘛 习惯就起来了嘛 那都是没好话 没好话 后面就没好事了 反正这种东西就这样 就烦恼造恶业嘛 后悔苦 就不断循环嘛 所以假设 你儿子在喜酒 你儿子在喝酒的时候 你也不要一气就去骂他 又喝酒 大家去骂 你卖也不用用 你要跟他讲 那个 我知道你没有办法不喝酒 但是你不要喝那么多 就是讲话口气条 开始不一样 就是说你也不要喝那么多 喝多的身体又不好 那就是不要叫他一下子不要喝 那是不可能的 你叫他不要喝那么多 先从这里开始 就剪 但是不是喝着他的 就是用关怀的口气 你每次看到他 又喝酒 喝死了都不知道 现在开始吗 反正他也挺习惯的 你骂他也不管你 那你 你越 他就已经心情不好去喝酒了 你越骂他越不好 下次喝更多 反正就是这样 所以问题不这样解决的 那你媳妇当然跟你一样 就觉得他常常在喝酒 喝完酒 就是会乱 或是上司欣欣或是怎么样 反正就是比较容易造沙当 因为就是因为喝酒 所以佛教治酒界 其实也是这样 那么他又不胜酒力 然后所以常常会跟媳妇吵架 那么你要先对媳妇好 那么你也要对他好 因为他很苦 他也很苦 他见了你这个儿子 又管又管不住 管又管不了 然后劝又劝不了 但问题最麻烦的是 你又离不掉 又离不开 很显明他也很爱你儿子 所以你应该要对你媳妇好 那么他也受了很多委屈 所以他跟你儿子吵架是因为 他看不惯你儿子 他希望你儿子变好 可是他没有办法变好 那么当然他也只是喝酒的时候才不好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 什么样的因缘可以让他少喝酒 那么一个人会喝酒 他有两种原因 一种就是已经喝成习惯了 他不喝会很难过 这种是酒饮 一种是他心里面有事 他解决他烦恼的问题就是喝酒 有的人是抽烟 有的人是喝酒 有的人是逛百货公司 真的 这个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就是他烦恼起来不知道怎么办 有的人听音乐 有的人跳舞 有的人吹海风 但就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那他就是靠喝酒 一喝酒他就觉得 人家忘古仇嘛 就是这样嘛 所有的烦恼喝酒我都没有了 但是酒退了他又来了 所以他每次就浸在酒里面是因为 他烦恼他不会解决 他有很多事解决不了 那当然最好的就是能够来学佛 然后知道怎么解决烦恼 怎么控制烦恼 怎么解决问题 这个是最好的 那如果不会 那当然你这个妈妈就要教他 那你不会你就要学 学会来教他 基本上这个就是度冤亲在主 冤亲在主 这个就是你自己有能力 然后来帮助这一些你周遭的人 你帮不了的人 那他的他的妈妈来家里闹 那你不要跟他对价 不要 因为他的妈妈是疼他的女儿 跟你疼你的儿子一样 因为一般都不讲理 就是说不管我女儿对不对 你让他受苦你们就不对 那做妈妈的会就是 不管我儿子对不对 你让我儿子 这样你们就不对 这样两个人都不对 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想 而不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想 那一样 那你当你这个心调过来的时候 你会不一样 那要坚持几次 要坚持几次 每次如果有五次到七次 他每次才乱你都不跟他乱 而且你还劝他 还低声下去 还很温和的跟他讲 我告诉你他一定会改变 他一定会改变 那你的儿子也有可能会改变 你的媳妇也有可能会改变 那么都是因为你的改变 但是要时间 我跟我弟弟至少 这种这样挑这样挑 每次每次 至少十年改变了 真的 以前我说过 我似乎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我就喜欢骂我 我也没做什么事 他为什么动不动 我似乎脾气不好 看到我就喜欢骂我 那么 我心里面想 我跟他认识也不久 我去服务院才出家的 跟他认识不久 之前我也不知道 我似乎是长老 脾气也不太好 但是他还有威言 他不晓得为什么 就是很多人里面他都喜欢骂我 我就觉得 过去肯定 他是我投地 我骂过他的样子 师徒是转来转去的吗 那是不是因为我无理骂过他 或是怎么样 为什么他这一次 看到我莫名其妙都喜欢骂我 我都会追究原因 但是 因为我跟他过去没有什么不好 那一个就是他 我的威仪不是怎么好 他看我这样没练没练 我的人就这样 他就觉得很气这样 那好 那不管怎么样 我对他很好 不管他对我不好 我都对他很好 我就记得有一次 中秋节 因为我是非常 对他非常好 就是只要我放假 我一定会回去看他 那么 但是 我是最常回去的人 有一次我记得 我回去之后 没有多久 有人说 我要去看你师父 你可不可以带我回去 我说好 我就带他去 一回去我师父就跟我说 你前几天才来 今天又来做什么 我说师父我来看你啊 我就跟他稍微这样讲 他说 看什么看 有什么好看的啊 你看这样 但是没关系 我告诉你 我就表示他姻缘还没转 你知道吗 就算我对他好 他也不对我好 就表示你还没做到满 还没做到月报成熟 怎么办 继续做 所以我回去的时候 我回去的时候 我就知道这个原因 我就开始了 我每个月 每个月固定会买 因为他喜欢吃苹果 我每个月一定固定买一箱苹果给他 每个月哦 就算我们有很多钱 没关系 这个就是供养师父的 解冤事劫的嘛 真的 就是先孝心的供给他 供给他 不知道供养我多久 几次以后 因为他每个月固定会收到我一箱苹果 他心里面那个 开始对我的那种感觉会不一样 真的会不一样 然后我不管他骂不骂我 我都回去看他 不管他嫌不嫌弃我 我都不嫌弃他 真的 当然我也不可能嫌弃他 但是久了 没有多久之后 他对我就不一样 就不再骂我了 真的 而且只要我有事情没有回去 他就问旁边的师兄弟说 那个卢正怎么没有来 你看 不一样了哦 真的 这个是我亲生 我就这样 因为我知道这样就可以改过来嘛 就这样改 要时间啦 我师父比较快啊 师父可能不要用到五年 三年到五年而已 我的弟弟就比较难 要十年 十年把他改过来 真的哦 真的 以前是不跟我讲话的 看到我是很气的 好像我牵他一样的 我弟弟也是这样 现在不会 他还跟我讲话 有时候就跟我讲他怎样 我带你去高铁怎样 你看就不一样了 那这种 所以你 当然我也会对他更好了 然后他还是会令我妈妈 但是已经没有那么严重了 就会比较好了 然后一有事的时候 我会稍微劝他 跟他讲一下 他会停 那这种都是怎么样 你要自己本身要改变了 那你自己要有能力 第一个你要控制你自己烦恼的能力 控制你自己烦恼的能力 这个就是定 你要养成这种习惯 你不要脾气起来 你就要发作 你控制不了自己 你要谁控制谁 没有 第一个要控制自己烦恼的能力 第二个要解决别人烦恼的能力 那这个更不容易 但是学都可以学得到 真的你要冷静分析 现在问题是怎么样 那要怎么样解决比较好 那养成习惯了久了久了 谁都一样 烦恼的属性都一样 真的吗 所以都可以解决 慢慢慢慢你就不容易起烦恼了 那你那个缘多 那么你就是 你会发现到 你讲的话特别有力量 以前你不管讲的再有道理 人家都帮你当做屁 没有不信 现在你就是 稍微讲一下 也好像也没有很深的道理 你就说 对了对了是这样的 他就很信 他会听你的话 真的 那就是你开始有力量了 你没有力量 你自己都不听你自己的话 你自己都劝不了你自己 你要劝谁 你要影响谁 没办法 所以 那么这个问题 你说要怎么办 从你自己先做 先有那个能力 那你真的没能力的时候 你就念佛 念观音菩萨 你就念专心的 你不要管 你不要想到这些 你只觉得你没有能力 让我 让我有这种能力 所以在大悲餐的时候 有这些 愿我素得智慧眼 愿我怎么样 其实就是要我这种能力 我才能够帮助众生离苦 你对你都没有能力 你自己都因为这样受苦 你怎么帮人家离苦 是没办法的 好 那大概 大概就这样 就是我们中午就解决这两个问题 那也很好 也很好 佛法基本上 你怎么样对你 这个就是颜耳鼻舌身 对舌身相慰处 你起了烦恼 你执着的 执着你眼睛所对的是你儿子跟你媳妇 你心里面所想的是他们 种种种种的问题 这个就是跟程式合合身处 处去受想时 你有苦 你有种种的想 你有种种的想法 你有种种的行为 那么这些都会让你 让你不断在 起烦恼照页受苦 又因为苦又起烦恼又照页受苦 有时候别人影响你 有时候你又影响别人 至他互为缘情 尤其是亲属之间 更容易互为影响 彼此让自己受苦 彼此让彼此受苦 而不是彼此互相帮助 那不管我们过去觉得是恶缘还是善缘 我们都把它转成什么 法缘 法缘 亲近的法缘 那个是很重要的 好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 大家合掌微笑 愿于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